小朋友们,大家好,我是漂亮尊贵,知书达理,而又故事多多的大熊猫博士。 回说天下的时间到了,今天啊,我来带大家认识一位知理尊长的人,他叫薄琴,是周文王的儿子。 故事说的是,薄琴跟着叔叔去拜见父亲,结果呢,气了三次,被父亲打了三次。 薄琴挨打后,想要想的,怎么也想不明白父亲为什么打自己。 于是,他就去问当时有名的思想家,商鞅。 商鞅让去看看山上的桥木和紫木,它们有什么分别。 之后,薄琴恍然大悟,终于明白父亲为何打自己了。 小朋友们,你们想知道薄琴为什么挨打吗? 那好,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安安静静听故事。 中朝的时候,周文王有个弟弟叫周公,他很会教育孩子,总是教导孩子要吃书打理,礼貌待人。 周公有个儿子叫薄琴,从小时候起,周公就教他很多做人的道理。 因此,后人一直传颂着薄琴尊敬长辈的故事。 有一次,薄琴和叔叔去见父亲。 刚进门,周公什么话都没说,拿起主杖就打他。 薄琴见父亲打自己,以为自己打扰了父亲。 因为此时,父亲和几个朋友正在探讨国家大事。 薄琴什么都没有说,就离开了。 心想啊,既然父亲这么忙,那我还是下次再来看望他吧。 过了几天,薄琴又跟叔叔去见父亲。 走到门口的时候,薄琴见房里没有别人,只有父亲在看书,就走了进去,对父亲说。 父亲大人,我来看望你老人家了。 但是这次,周公还是二话没说,拿起手边的主杖,开始打薄琴。 薄琴一边躲,一边说,父亲,您干什么打我呢? 儿子到底哪里做错了?请您告诉我吧。 谁知,周公不听他说的话,继续打。 薄琴只好慌忙地走了。 薄琴被父亲一脸打了两次,依然想不明白父亲为什么打他,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? 心里啊,觉得很委屈,又有点不甘心。 所以,薄琴决定再去拜见父亲,向父亲问问打他的原因。 于是,过了两三天,薄琴又跟着叔叔去给父亲请安。 刚一进门,还没等薄琴开口叫父亲,周公再一次拿起主杖打薄琴。 而且这一次,似乎比前两次打得更凶了。 薄琴只好像前两次一样, 既纳闷又委屈地离开了。 当时,有个很有名的思想家叫商鸯。 薄琴实在想不明白父亲为什么打自己,就去请教他。 当薄琴把自己三次去拜见父亲, 三次挨打得是一五一十地说完后, 赏阳并没有直接告诉他答案, 而是对他说, 南山的阳面有一种树叫乔木, 北山的阴面有一种树叫紫树, 你去看看这两种树, 自然就知道父亲为什么打你了。 乌琴听了商鸯的话, 去山中找到了乔木和紫树。 只见乔木高大茂盛, 树干笔直, 树冠高高扬起, 看起来很威严, 而紫树长得矮矮小小, 树冠低附着很谦虚的样子。 博琴回来后, 就把自己所看到的告诉了商鸯。 商鸯微微一笑, 慈想地摸着博琴的头说, 是啊, 乔木高高地养着, 就像你的父亲。 而紫树滴滴地辅着, 就像你这个祖儿子的。 你看, 树和树之间都有高低差比, 那么人和人之间, 也应该长幼有别才对啊。 长辈和晚辈之间, 一定要讲礼节。 伯琴听了之后恍然大悟, 终于明白父亲为什么打了自己三次。 于是, 第二天又一次去拜访父亲。 伯琴一进门, 就快步上前, 向父亲行了一个跪拜礼。 周公看到他的表现很高兴, 觉得儿子肯定受了高人的指点和教导, 所以才这么懂得礼节。 周公欣慰地把儿子扶起来说, 这样做才对啊。 从此以后, 周公再也没打过儿子, 而伯琴更加尊敬长辈, 未待任何人都千讯有礼。 好了, 小朋友们, 故事讲完了, 现在你们知道伯琴挨打的原因了吗? 原来啊, 是因为伯琴去拜见父亲时, 没有行跪拜之地, 这在当时是很不礼貌的。 父亲为了教育他就一再打他, 最终伯琴明白了父亲的行为。 从此之后, 他更加尊敬长辈, 懂得礼节了。 小朋友们, 我们是不是应该向伯琴学习呢? 在生活中, 做个懂礼貌, 有礼节的好孩子。 现在, 我们见了老师, 长辈, 虽然不用行跪拜之礼了, 但一定要礼貌地问好。 对于他们的帮助, 要客气地说, 表示感谢。 对于他们的问话呢, 也要礼貌地回应。 这样, 你才会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好孩子。 不过, 小朋友们要记住了, 故事中, 无情地奉行二话不说, 用竹杖打人的做法, 是不对的。 我们不要效仿哦。